缴匪学入门之寺,如何看穿经济统战梗,作者,缴匪学家。 案例,请先看荧幕上的报道。 本学家一直觉得,台湾的很多行业一直苦叫低薪,大多数行业我是不清楚真实情况,但是媒体行业,尤其是财经媒体,确实应该给低薪,甚至22k我都觉得给太高了。 因为对岸的同行如果领22k台币,相当于4800人民币,税后,那能写出来的报道都比他们强得多,台湾的媒体工作者,基本只需要复制贴上。 现在本人就来给各位逐条分析,这个31条中,台商或台湾人能实际得到什么? 当然,本人从不支援非缴匪学专业人士做这种工作,对于这种新闻,一般人只需要记得一件事。 就是你看谁完全不做分析就大力宣传的,谁就大概率是非宣布的马仔,准确率90%以上,然后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。 一、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。 诸如此类的梗,中国几乎年年都在丢,这些梗的本质是什么? 就是中国红插带跟官插带这种官商不分的事例,还有各种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。 他们想从国家经费里拿钱立项,做出成果后再返销给政府采购部门,简单说就是,用国库的钱做生意,赚到就是自己的。 但是他们会自己下去做事,从研发、设计、试制、验收等等一步一步来吗?那你就太小看他们了。 人家可是太子党,这种弱A的工作人家才不作乐,人家负责什么?只负责注册一个纸上公司,有时候还嫌麻烦就直接挂一个工营事业单位或研究院的名义。 然后在业内抠一群陪太子读书的民间公司,把一个项目分拆成很多个任务,接着就让他们下去做了。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东东的幕后情况,也没有人真的去研发设计,多数情况下就是把在国外已经有的同类产品拆一拆,然后组合回去,做一点小地方的变更就拿去交差。 或者去把业内有做出一点成绩的公司收购掉,接着国家专项拨款跟后续的政府采购按下来,太子党吃90%,剩下给这些陪读公司分,但是即使这样,这些陪读的还是有赚,因为水分实在太大。 如果你不是具有上述背景的博司,想吃到这里面第一手的牛肉,那你就需要撒大钱去摆平各种关系,而且最后还是有很高概率被打枪。 比如你快完成整个技术或产品时,幕后博司就出现了,然后出一个成本价,这算有良心的,把你的成果买过来,因为只有他能通过政府验收,负责验收的就是他。 所以这些梗本来就不是你能玩的,如果台商想进去玩,那就只有别人玩你的份。 2. 帮助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%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,研发费用加计扣除,设在大陆的研发中心采购大陆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。 3. 类似这种所得税优惠,本来就不排除外资,所以这项等于是废话,但是这种东西背后有完整的产业链,多数台商如果不是自己规模已经很大的话。 3. 靠自己去申请是拿不到这种优惠的,而必须经过某种代办公司,然后根据税收减免金额多少分账,不需要解释背后博斯是谁了吧。 3. 台湾科研机构,高等学校,企业在大陆注册的独立法人,可牵头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,享受与大陆科研机构,高等学校,企业同等政策,请参照第一条,不重复解释了。 4. 台资企业可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环保、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。 情况类似第一条,这些行业的背后都是中共的封疆大力,你有没有技术不是重点,你是谁的马载才是重点,台商如果认为可以靠国台办的党进去跟人家玩,那剿匪学家只能呵呵呵。 5. 台资企业可公平参与政府采购,公平,两字妙不可言,所以说以前都是不公平的,以后公不公平当然还是我说了算。 6. 台资企业可通过合资合作,并购重组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,四个字,羊入虎口。 7. 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适用相关用地政策,四个字,等于没说。 8. 继续在中西部,东北地区设立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,鼓励台资企业向中西部,东北地区转移并参与,一带一路,建设,中国业界艳雨,投资不过山海关,一带一路进坟墓,请看下列报道。 9. 台资农业企业可与大陆农业企业同等享受农机购置补贴,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农业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。 10. 同样的道理,问题不是有什么政策或补贴,而是你申不申请得到,这种条文的背后意思就是,有事情找国台办人员,然后他会递给你一张名片说,这是我一个朋友开的代办公司,以下省略几千字。 10. 台湾金融机构,商家可与中国银联及大陆非银行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合作,为台湾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额支付服务。 11. 台湾征信机构可与大陆征信机构开展合作,为两岸同胞和企业提供征信服务。 12. 台资银行可与大陆同业协作,通过银团贷款等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。 12. 这三条道可以算台湾金融业的小利好,但是问题你要先申请到牌照,然后才有合作的资格,至于申请这些牌照,祝你好运。 13. 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。 13. 专业证照领域,有实际价值的律师、会计师早就开放了,金融类大家只看国际证照,所以那些新开放的有什么用途呢? 13. 就是你如果进入中国公务员或国营事业体系就有用,问题是有多少台湾人能进去这种地方,我只能表示常常常。 14. 台湾专业人才可申请参与国家,千人计划。 15. 台湾同胞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国家社会科学基金,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,国家艺术基金等各类基金项目,关键看你的人际关系跟造假能力,请看下列报道。 16. 鼓励台湾同胞参与中华经典送读工程,文化遗产保护工程,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,江湖骗子工程。 17. 支持中华慈善奖、梅花奖、金英奖等经济科技文化社会领域各类评奖项目提名涵盖台湾地区,讲各笑话,中国有慈善。 18. 台湾人士参与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,电视剧制作可不受数量限制,大陆电影发行机构、广播电视台、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台湾生产的电影,电视剧不做数量限制。 20. 放宽两岸合拍电影,电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、大陆元素、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,取消收取两岸电影合拍立项申报费用,缩短两岸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耿盖的审批实现。 21. 对台湾图书进口业务建立绿色通道,简化进口审批流程,这四项的问题是,即使你经过各种自我精神阉割,觉得自己能通过审查了,别忘了还有黄安在等你。 21. 而且那些歌功颂得的马屁作品的比例会越来越大,台湾的从业者跟人家比这个,能比得过吗?请看下列报道。 22. 鼓励台湾同胞加入大陆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艺术类专业性社团组织、行业协会、参加相关活动,等于没说。 23. 支持鼓励两岸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开展中国文化、历史、民族等领域研究和成果应用,以谎言出发,以胡说结束。 24. 台湾地区从事两岸民间交流的机构可申请两岸交流基金专案,等于没说。 25. 鼓励台湾同胞和相关社团参与大陆扶贫、支教、公益、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,同第十七条。 26. 在大陆高校就读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台湾学生,在参加研究生学习一年后,可按照大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相关规定申请参加考试。 27. 取得大陆医师符合条件的台湾医师,可通过认定方式获得大陆医师资格。 28. 符合条件的台湾医师,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大陆申请注册短期行医,期满后可重新办理注册手续,请自行参考中国医生薪资,以及行业风险。 29. 在台湾已获取相应资格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证券,期货,基金从业资格时,只需通过大陆法律法规考试,无需参加专业知识考试。 31. 台湾金融从业者最大的竞争力就是考试,等于是浪费他们专业。 30. 鼓励台湾教师来大陆高校任教,其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可纳入工作评价体系,这是国家安全大患,实际是要挖走台湾研究成果。 31. 为方便台湾同胞在大陆应聘工作,推动各类人士人才网站和企业线上招聘做好系统升级,支援使用台胞证注册登录,废话一句。 31. 讲了这么多,其实本人不是说中国市场不能去,但是请记住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,有竞争力的台湾人,其实不需要这些看得到吃不到的优惠。 31. 如果没有竞争力,用黄安与刘乐颜的方法混,只会两面不适人,去迎合中国挖地的口味,必然降低自己的格调,久了你就再也跳不出去。 31. 再者,为了得到这些所谓的政策优惠,本人见过许多台商忘记专注自己本业,盲目地把时间花在跑关系走后台,即使短期得到了一些土地跟税务上的好处。 31. 但是最终使自己企业的技术跟市场丢了,当你失去利用价值时,你曾经从土地跟税收中得到的优惠,中国地方官也会让你吐出来,台商不可不慎。 31. 中共抛出这些看似优惠的政策,其实是看到美国即将签署《台湾旅行法》的危机感,台湾旅行法,作为台湾关系法之后最重要的相关法案。 31. 相当于是美国一中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,并且不再考虑中国官方的反应,意味着拥抱熊猫派、亲中派的彻底失势。 31. 美国对台湾将从台面下的民间往来,升格为不明说的官方往来,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心冷战划分清楚的同盟分界,到了那时候,切割一切中国符号,将成为台湾的唯一选项。 31. 台湾人,你准备好了吗? 31. 台湾人,你准备好了吗?